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开始或者最重要的应该是指的师生关系 课本的内容我念过了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做法 这个实际做法你们班级经营或许有提过 不过蛮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先问一个常识的问题 我们老师可不可能同时扮黑脸跟白脸 我们同时对同样的学生同时扮黑脸跟白脸 可不可能 可能应该是应该要可能 我刚刚去当老师的时候觉得不可能 因为我刚去当老师带的是国中男生三年级后端班 那个跟他凶都来不及了 不可能不太可能扮白脸 不过慢慢教了以后 我发现一个成功的老师 就是要能够同时扮黑脸跟白脸 所以我想这里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说 最重要的实际上在国小学里面常常会碰到的情境就是说 即使你要处罚学生 你也要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 也就是如果你要同时扮黑脸跟白脸的话 即使在处罚他的时候也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 基本上他比较可能会改过 那如果说你对他的处罚只是个人权威的一个 让他觉得说老师在报复的话 那恐怕他不会接受 我想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说你们到国小去 常常可能这个学生又没有交作业又没有代书 现在状况很多 那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说在尊重学生的情况下 要让他怎么样呢 要有生变的机会 就是说他有没有原因 可是呢我想各位你们去在课堂上 你没有代书没有代交作业 有没有理由 这样的一个做法表面上好像说我们有让他怎么样 让他申诉 可是事实上我的观察呢 事实上这不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如果他的理由是个人的隐私的话 他不肯讲 如果说这个没有写作业 昨天回去父母亲吵架 然后坏了也没得吃什么也没得弄 你想想看他会讲吗 他讲出来的话一定是怎么样 同学会笑他 所以就我的观察 包括你们学长的实习呢 或者很多的家长 因为很多学校国小 对家长做调查 他们认为如果他的小孩子犯错 那老师我们当老师的 应该如何去跟他处理 基本上大部分的家长 因为现在小孩子都是保 大部分的家长认为你要把小孩子叫来 私底下慢慢问他 私底下慢慢问他 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兼顾小孩子的这个 他的自尊嘛 他的面子 所以这边特别要强调就是说 如果你要扮演同时扮演白脸跟黑脸 那也就是说即使你在处罚他的时候 你都必须让他觉得你在尊重他 他才可能愿意改过 那如果你噼里啪啦两下 问他你有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就处罚过去了 那我看小孩子你已经丧失了怎么样 你已经丧失了他的心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以前我当读学呢 到国中去升旗 七点多去升旗 各位大概知道 每一个国中把那个迟到的同学都怎么样 不给他进入班级 都是带到那个讲台前面 示众 那我就过去问 问他同学说 你知道了 他说是 我说你有没有理由 有没有原因啊 然后当然那些人说 有啊 我今天骑脚踏车掉链子 你看我说脏兮兮的 我高岛半天才来 越讲越气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恐怕我们已经怎么样 学校已经失掉他的心了 对不对 因为会骑脚踏车的同学 可能就住的稍微远一点 他认为他没有故意迟到 然后呢 因为掉链子呢 结果就被当做这个迟到 当然迟到生示众 基本上是负面的 所以我想从这样的例子呢 就是让各位知道 就是说 存在主义啊 他要我们尊重学生 而要尊重到什么前途呢 基本上就是说 即使你在惩罚他 要处罚他 这个照项学家规定 我们不谈惩罚方式 就是说 凡是没有代课本的 没有怎么样的 我们要处罚之前呢 一定要让学生 有充分的申诉的机会 否则的话 如果你错怪了 学生当然有明确的理由 可是你去把它照 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它处罚下去 那你就丧失了他的心 我们常常说 待人要待心 而且呢 就是说 如果你在处罚 在惩罚的过程里面 你能够让他充分的尊重 就是说 让他感受到 你对他的充分的尊重 我相信 他会比较愿意去改过 如果说 我们对他的惩罚 至少让老师不高兴就来报复 恐怕呢 他就不会接受 所以我想在 即使你在用词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 比如有的老师呢 耍个人权威一样 你给我站起来 你给我出去 你加了那个你给我的话呢 那已经变成是什么 对立了 已经是对立了 也就是说今天 他违反了班级规则 你可以让他知道 我可以名正言顺 要求你做什么 因为你已经违反了这个规则 所以这边 隐身的 各位一定要记得 就是说这个很难做 很多老师会出状况 会体罚或者什么出状况 常常都是在 惩罚学生的时候出问题 而惩罚学生呢 他没有很冷静 他可能越打越气 越气就越重 然后越重了就出问题 所以这个对学生的尊重 到什么程度 尤其是在你在处罚他的时候 你必须很冷静的 就是说我依法 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处罚 但是这个处罚的过程里面 我必须尊重你个人的一个前线 好 所以这一点呢 请各位多注意 就是说在应用上 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在国小的情境 国中的情境 会出问题 常常都是学生 老师跟学生惩罚的过程 就是说尽量不要造成对立 因为那个气氛一对立起来呢 就很麻烦 好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在师生关系 恐怕除了在惩罚的时候 要注意 就是说你扮黑脸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尊重他的话 那你扮白脸更容易了 我们扮白脸当然是学生 对你一定会很尊重 再来一个就是说 你们念班级经营大概知道 我们当老师 你不能够说 因为我是老师 所以你就要尊重我 这年头大概已经没有这回事 我们那年代是这样 我们那年代是被要求 凡是对师长都一定要尊重 不管怎么样 可是这年头不是了 所以变成说 如果你去代班 那你必须先得主动的释出善意 变成说你要主动的去光海学生 主动的素质释出善意 即使是国小 我也看到 国小高年级学生就很容易跟老师对立 而且他要作弄老师的话 绝对有本事 以前我在指导我们师议生 他说有个班 那六年级 他作弄老师到 老师要上课了 教室都锁起来 那高年级锁起来 他不讲谁锁的 然后好不容易 从外面开门进来了 板插掉下来了 什么掉下来了 弄得他灰头土脸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当老师不要随便跟学生对立 当然这个对立要有理由 就是说如果你跟学生搞到对立的话 就很麻烦 那至于这个所谓主动释出善意 就是在我个人当年的做法 比如说小孩子最好应该要个别谈话 虽然学校国小没有太多时间 但是你要找时间 个别去关心他 个别谈话 这是一个很好拉近距离的方式 再来就是家庭访问 不过在座不鼓励你们去家庭访问 现在问题家庭很多 我记得我当年在新屋 这个乡下地方家庭访问 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要跑给狗追 在乡下每一家都养狗 当然还好我不太怕狗 因为摩托车骑了脚踢高就好了 可是小孩子都完全没有概念 我要去的话给狗追 那还有亲有可言 因为他不知道我要来 结果我要走的时候狗照样再追 他也没有把狗叫住 然后这个稻田里面水舌一堆 他不遵守交通规则 我要过他也要过 这很危险的事 在我知道实习的时候 碰到实际的情况 就是有一个学生他不洗澡 国小不洗澡 不洗澡已经凑到 旁边的人不跟他坐了 然后你们学长问我怎么办 他要去家庭访问 我说你不要随便去家庭访问 会这样的都有状况 因为那个父母亲离婚 那爸爸也不顾家 小孩子呢 有的小孩子还不到三四年级 还不知道怎么洗澡 后来我就跟他讲 如果你们必须家庭访问 那每一个学校都有爱心妈妈 就是说学校很多义工 那个爱心妈妈不只是交通 他还可以帮助很多 所以你要真的必须去家庭访问 你不要一个人去 尤其你老师 你一定要找人跟你去 后来我问他怎么解决 他说爱心妈妈帮小孩子洗澡 也就是说家长 那个家长已经都不管事了 恐怕是赌徒 恐怕是做一些规法行业 所以在我意思说 我们在主动释出善意的这个做法上 当然要先有诚意 然后呢 你的做法上还是要有所选择 当然最方便的是在学校里面 跟他各位谈话 拉近距离 你 你说一下